講回來其實國修老師給你的訓練 然後我們再把這樣子的養分帶回去演京劇的時候 你如何去詮釋我們現在要演的探春這個角色 探春很特別 你先跟我們講一下探春是一個怎麼樣子的女生好不好 我其實看到劇本的時候 我覺得探春是一個非常有才幹的女生 她充滿熱情 然後她也樂於跟人分享 那她對於代替蓮兒奶奶長家的這件事情 她會是一種正面積極的態度去接受這個任務 所以她是想把它做好的 她是有經營長才的一個女生 對 那對於她本身這個經營頭腦 跟結局失色這件事情 我覺得她對於這件事情是懷有某種熱情的 那我看完這個劇本之後 我唯一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這個安琪老師把探春跟趙姨娘之間的母女情節 拉出來做一個對比跟糾結的狀態去說明這個 探春不斷地想要把這個家立起來 想要改變這個家的命運 然後想要把這些事情都做得好好的 在她這麼努力經營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那母親就是一再地讓旁人覺得就是 讓她原本的目標就是垮掉 對 因為趙姨娘的個性就是一個比較人 比較粗 粗必低俗的一個婦女 那沒辦法她又是她的生母 對 但是她是素粗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探春很清楚自己在這個 整個大官員的一個地位身份 她其實非常的明白 但是她又必須要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如何得體 適宜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她一直都放在心裡的 那也相對這個性格 雖然是母女 可是因為這個性格不同所以造成了 差異太大了 對 根本就是天差地圓那樣 所以她們的碰撞跟磨合是一種 極讓人我覺得糾結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何再從國秀老師剛剛給妳的那樣子的 一個養分裡面 妳去揣摩探春跟趙姨娘之間的關係 我記得我們在排這個戲的音樂 尤其是唱腔 其實有很多次打動我 因為有很多 應該說探春不想忤逆趙姨娘 不想忤逆自己的媽媽 但是她在當下的這個場合 已經做出一個態度了 可是不斷地被侵略 那這個東西 像我之前就有說我覺得 探春這個角色最難的其實是內斂的那個部分 因為她很多是涵蓋在這個內心的轉折上面 而不是刻意地去做一個表象的表演 讓觀眾覺得我在糾結 那這個家庭的氛圍 每一個人都造成了這樣子當下的氛圍 所以在這次探春的演出裡面 妳有沒有哪一些片段是妳覺得最有感覺的 安琪老師有在裡面 前面有一個母女對鏡 那這個母女對鏡呢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因為是母女關係 所以她在不同的時空 在舞台的調度上面 導演就用了一個鏡框 然後各自表述 不一樣的心態 可是她在整段演唱當中 又有一個意外的 同時想到對方 想到小時候的媽媽 她是怎麼樣對我好 然後有一個金環給我帶著 那是多麼的溫馨 可是為什麼現在變樣子了 就是她會有一個親情堆疊的氛圍 然後到後面她會很有趣的扭轉成另外一種扭曲的心態 但是還是各自表述 然後整個舞台調度就會有一個 一體兩面都讓觀眾看見 對 作為一個金劇演員 其實過去的環境跟現在不太一樣 過去金劇非常的蓬勃 可是我發現台灣現在金劇的發展 其實也在你們這些不斷的嘗試新的可能性 再繼續往前走 你覺得作為一個金劇演員 你對自己未來的期許是什麼 還有對於台灣未來金劇的發展的期許是什麼 我覺得對自己的期許還是定調在不斷的吸收 我覺得其實在整個金劇學習的過程當中 除了我們要承襲傳統 不同可能會有不同流派的表演跟唱腔 就是我們在承襲傳統的這個部分的同時 然後在現在這個世代 你要開始做新編的嘗試 那它在表演上跟唱腔上面 其實對傳統金劇演員來講 都會有一些些的衝擊 那這個衝擊對我來講 就有一種深刻的感覺 就是好像不能只把功練好 只把聲音唱好就好 對 我可能還會去看舞劇 因為舞劇會有舞劇的情感 現代舞或者是芭蕾 那我可能還需要去看舞台劇 因為它會有不一樣的題材 跟不一樣呈現的手法 或是小劇場這樣子的方式 那我對我自己的期許還是不斷吸收 然後在這吸收的同時 除了自己原本學的東西之外 但那個態度永遠是歸零的 對 因為我覺得 不管你累積了多少東西 如果你態度上沒有辦法歸零的話 其實會妨礙自己的進步 對 其實我覺得在你身上看到一個很 很特別的感受就是 因為你小時候吸收了這麼多種 不同的表演藝術 然後學了芭蕾 學了鋼琴 然後接受正統的京劇訓練 再回來演新編的京劇 各種不同的表演形式 都給你很多的養分 然後在各自不同的舞台上 都會有很不一樣的表現 非常期待你未來還有 繼續有新的作品 謝謝